少女時代以完整體睽違五年回歸發行專輯 從放出消息後就讓粉絲超期待 而正規7集發行後 首日銷量便突破了10萬少女時代的力量依舊 最近在許多節目上曝光的她們 也登上了羅皮D的出差15頁 其中收音被爆料 把所有成員家裡密碼都背起來了 她表示自己經常會闖入成員的家 曾經有一次接到Tiffany猶豫的訊息 就再也聯絡不上 因為很擔心就重去她家找人 結果Tiffany就躺在床上睡覺 讓她看了都傻眼 而Tiffany則表示在那之後 為了不讓修音擔心 就再也沒有那樣過了 還有一次校園也是差不多的情形 修音也一樣衝去她家 跟校園洗碗澡出來 還茫然的問怎麼來了 修音整個上火有無話可說 雖然半開玩笑說出這些過去 但許多網友看了都感嘆 應該是看過太多悲傷離別 真的很擔心隊友才會這樣立刻衝上門 表面上愛開玩笑的她 實際上非常愛每個隊友啊